喵 喵 喵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來自美國的崔璀璨 看到標題點進來的 就知道我今天要做什麼 我就是要飛回台灣了 等我到了 我就跟你解釋一下 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這個聲音怎麼那麼像配音 我緊張到忘記擦麥了 你看這個人 他就是一個很害怕又很緊張的璀璨 那就是因為進美國機場很低域 疫情在美國爆發 病毒生存這麼久完全不意外 讓你體驗一下我的恐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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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了從SF到東山機場的飛機了 這次飛機上的人其實也不多 可是還是有危險性 而且就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有人在面照 也是第一次注意到有人坐下去之前 就好好照顧 在反應方面讓我有種 嗯 這是我的人的感覺 很認真在防疫 但是我們只要有一個人不認真 其實都有可能不中的 所以還是得小心一點 因為我住的地方反向下沒有直飛到台灣的飛機 所以我已經搭了兩班飛機 那兩班飛機上面沒有任何人是在面照的 我盡量不要吃喝 盡量也不要上廁所 就是三個小時有點難度 所以就是會帶酒精擦進去 不要直接手放到的 我自己的位置已經都已經消毒好了 我的位置是這三個位置 還有呢 我上飛機之前 認識了一個在台灣的河變團工作的美國人 真的超酷的 跟他聊了一下交了一個朋友 超酷的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美國人到台灣去做這樣的工作 是 我可以說 我不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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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think that i'm a little bit too much i'm not gonna play cool when you take me for a damn fool i'm just so sick of it can't believe that i've been with someone like you don't forget i know your secrets too in a minute i can spill the truth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this 到了 終於到了 我才剛關門 然後就聽得到外面有好像員工在消毒門 這裡是我的防疫旅館 在飛機上收成這樣子 我超餓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他們給的食物真的就真的一點點 所以我很希望這裡有夠多零食可以偷吃 所以我在飛機上吃了兩次都非常的小心 就是趕快看我旁邊有沒有人不戴口罩 這個妝是我24小時前畫的吧 所以我現在很難看 可是我所有緊張擔心的事情 像是那個會被撤成陽性的 或是找不到防疫旅館 不知道怎麼去 這種困擾 其實都沒什麼 台灣的防疫一直都做得很好 所以當我可以自己本人體驗 都不定是什麼樣的感覺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的有趣 又是真的在享受這個過程 我很奇怪嗎 我覺得想要學 然後可以回去跟美國朋友 美國的政府講說 你們才應該要這麼做 我稍微探索看看好了 我是做777的防疫 所以我只會待在這裡一個禮拜 可是其實一個禮拜也蠻久的 因為幾乎都不會開門對不對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換衣服 口罩丟掉 好好消毒洗澡 這麼晚還有晚餐 好開心喔 像晚餐的時間 直到6點 我沒有跟他們講 他們自己幫我送粉 謝謝大家一直以來 但特別是這段時間對我的支持 我看了很多留言 然後雖然我不是每一次都看留言 決定我要怎麼過我的生活的 但是看來就是有兩派人 一個是說 欸什麼時候回來台灣 台灣在等你 然後另外一派說 你就好好待在美國 多陪一下你的家人 所以因為我決定離開我美國的家人 所以想要解釋一下 我突然離開台灣 回美國的原因是我爸爸 那我決定回台灣也是因為我爸爸 我爸爸真的 我不想哭 但我爸爸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完美的爸爸 不管我做什麼 他都會支持我 他為我唱歌拍廣告 經營YouTube頻道都感到驕傲 然後我也是幾乎每天都跟他講電話的 我這次回美國有不少很久沒有見過的朋友 或是從來沒見過的陌生人 跑來跟我說我爸爸有跟他分享過我的什麼什麼什麼影片 他就到處給人家看 他為我能在一個我可以得到靈感 然後又可以追夢想的地方生活感到驕傲感到開心 而且說實話我不覺得內布拉斯加州的環境 對我來說是健康的 簡單講我不覺得我爸爸會希望 我為了回一個他已經不在的地方 放棄我在台灣發展的一切 如果那次他從醫院出來的話 那就不一樣了 他需要什麼幫忙我都會過去幫忙 但是他不在那裡了 所以我這次回去 我心裡面覺得我有把握到時間 好好做事 但是長期講的話 繼續留在那裡生活 可能就會kill my spirit 殺死我的靈魂 因為也知道他不會希望我繼續待在那裡 他自己也體驗過台灣 這方面的故事已經有一支影片了 然後他也知道台灣是一個會給人很大的靈感的地方 但是我也講過了 當兩個地方變成你家了 你只要回其中一個家 就等於是離開另外一個家 所以雖然現在有很多可以開心的事情 但是同時一定會有比較難過的 而且呢我在美國 待在房子裡 當然他在那裡的時候 我只看過的都是他活著的時候 所以只要在那裡 只要在那裡生活就會覺得他還在 他沒有來過台灣的公寓 所以感覺兩個故事就分開了 但是大致上是這樣的 如果你好奇為什麼決定回來 為什麼決定離開我 美國的家人 那希望有回到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爸非常支持我 追我的夢想 所以他不會希望我放棄 而且因為他一直都很想要回台灣 所以希望我在台灣多出去 可以讓他就是透過我 看到更多 體驗更多 好 下一支影片 禮拜六 見 歡迎來到我的防疫旅館 來到台灣真的是完全相反的 Creators at Taiwan CAD是為台灣新媒體創作者 我打造的平台 如果想要搶先 14天看到我最新的影片 可以下載Hummy Video App 進入CAD網紅館